韩网票选2024上半年,最喜爱韩剧男主 2024年才刚过一半,就有好多令人心动的韩剧男主角 近期韩国论坛Deku就选出2024上半年最喜爱男主 快来看看你最喜爱的韩剧男主角有没有入榜吧 第八名,夜晚盛开的花,李中元 李中元在夜晚盛开的花里所饰演男主角朴秀浩大受好评 朴秀浩最常出现的表情就是委屈 用湿露露的眼睛看人就像小狗狗一样 笑起来又特别阳光可爱,重点是还非常深情 与喜剧女王李和妮的火花也很吸睛 夜晚盛开的花,最后一集收视率飙到18.4% 超越衣袖红香边,创下MBC周五周六史上最高收视率 这部剧不仅是李中元首度单纲男主角的剧 他在采访中也幽默表示 是我第一次经历的收视率 韩国观众对他在这部剧的表现给予极大肯定 表示,他的演技实在太好了 最近迷上他了 夜晚盛开的花真的是李中元的人生角色 演得很好 导演也有表示,当朴秀浩只露出眼睛十分不出是男是女 非常秀气,是这次的男主部二人选 李中元2018年以往录剧 面向未来的事实出道 并透过了解的不多也无妨 是一家人打开知名度 凭借稳定的演技给大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之后更在话题韩剧金汤池受到瞩目 演出引起不少好评 第七名,财阀X刑警安普贤 安普贤过去凭借有美的细胞小将 已无知名及今生也请多指教等剧中的演出收获好评 而近期安普贤则凭借新剧 财阀X刑警在受瞩目 人气攀上新高 这次在财阀X刑警里安普贤饰演的陈力手 可谓是利用家世资源超能力办案的刑警第一人 陈力手中二欠奏 却同时拥有帅气一面 尤其武打戏超级精彩 虽然身上缺点超多 但依旧不妨碍观众爱上他 安普贤在剧中的喜剧演技也获得观众一致赞赏 其实安普贤出道前是职业拳击手 在2014年透过电视剧黄金交叉作为演员正式出道 之后陆续出演了许多电视剧 作为小配角累积实力 后来出演太阳的后裔 经常请吃饭的姐姐 但都没有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真正让他大放异彩的作品是《离太院Class》 安普贤在《离太院Class》剧中饰演嚣张跋扈的富二代张根源 一出场的气势紧紧抓住观众的眼睛 而且也完美地演绎出财阀二代内心柔软 彷徨无助的一面 借着这部剧也让观众发现到安普贤是能将善与恶完美消化的实力派演员 第六名 《和我老公结婚吧》罗仁友 罗仁友在《和我老公结婚吧》里饰演的刘志赫根本是大家的理想情人 该剧播出后依然有不少观众对部长念念不忘 除了说情话时深情勾人的眼神和嗓音没有人能抵抗 每一次的出场造型都性感 充满男人味 且刘志赫为了拯救女主志源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义无反顾的坚定模样 更是深深烙印在观众脑海里 刘志赫总是温柔地提供志源满满的情绪价值 也因此他在2024上半年韩剧男主角的呼声也超高 罗仁友过去曾参与过《灰姑娘与思奇事》 《亲爱的恩东阿》等剧集的演出 近年又凭借哲人王后中的深情男儿 金炳仁一脚翻红 同时也因人气纵意 两天一夜而人气大涨 而这次则凭借新剧 和我老公结婚吧造成话题 还有网友留言表白 我的人生男主角 我的理想型 刘志赫 这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好的男人 第五名 美好世界车银忧 车银忧过去主演的慢改剧 我的ID是江南美人 女神将领都颇受观众喜爱 车银忧也因此成为大众心中的慢思男神 不过车银忧之前主演的慢改剧 全系恋人在韩国却反应不佳 观众认为车银忧总是扮演一样的角色 并用同样的表情面对 无论是台词功底还是演技都令人看不下去 最终全系恋人以1.5%最低收视率默默划下句点 不仅刷新NBC收视率新低 还再度因演技争议被骂上热搜 不过今年车银忧在美好世界剧中一改过往形象 挑战全市废弃车场工人全善率一角 全善率的破碎感和美强惨的形象 完全拿捏住了观众们的心 从小被心脏病缠身的她却积极乐观 即便因悲伤的童年和成长经历 让她对这个世界竖起高强 善率对别人却依然拥有怜悯之心 会出手帮助与自己相似的人 车银忧这次突破性的演出收获观众好评 也让她成功反转一直以来的演技争议 声势在攀新高 第四名 低谷医生朴炯植 朴炯植以男团GEA成员出道 却成功转型为演员 代表作友 大力女子都凤顺 Happiness都楼及单恋员声带 今年和动灵女神朴信 会合演低谷医生 共普一段都去幼稚域的 练取抚慰不少观众的心 也让她的人气更上一层楼 在低谷医生里饰演于振宇的朴炯植 这次真的收获不少少女心 除了自恋又搞笑的一面 于振宇的责任感和面对医疗事故时的专业态度 也是他身上的魅力点 不仅如此 他坚定地站在女主和那身边 努力带她走出低潮的模样真的超级帅气 完全就是暖男的化身 还有网友留言表示 看了于振宇后露出了大叔微笑 另外低谷医生刚拨毙 朴炯植也随即传来新作消息咯 近日朴炯植传出将出演过去曾打造电影 《我只是个继承车司机》的 千万导演张勋和游 《纸房子》 韩国片编剧刘永在纸笔的新作 Desperado 剧情讲述为了复仇儿潜入组织 但却意外爱上仇人女儿的卧底警察 和为了心爱的家人而必须成为老板的女儿 两位克服悲剧命运的男女之间的故事 非常令人期待朴种植的新作品 第三名 欢迎回到三达里驰昌旭 驰昌旭早期透过其皇后 遗了两部剧走红 一举月身成为人气韩剧男神 在海内外都大受欢迎 后续主演的《爱在大都会》 说出你的愿望等剧也深受好评 而今年初池昌旭也因新剧 欢迎回到三达里人气再度高涨 他在剧中演活了气象预报员赵荣碧一角 以深情形象圈粉无数 人气再度攀升 由池昌旭饰演的赵荣碧 完全是韩剧深情代表角色之一 跟女主三达分手八年还一直默默喜欢着她 永远不会错过三达的采访 杂志 甚至偷偷跑去看她的个展 成为那场没能开成的摄影展上唯一签名的人 尽管付出很多 赵荣碧也没有以此作为复合的筹码 深情专一就算了 赵荣碧还是个大孝子 不但对自己的父亲尽孝 还很照顾三达的家人 比三姐妹还要更了解她们的母亲 而且赵荣碧经常给予三达正面的情绪价值 治愈她 引领她 网友表示看完这部剧后 觉得世界欠自己一个赵荣碧 紧接着今年持昌旭还有两部剧 于是往后 江南重案组即将上档 想必人气又将再度飙升 第二名 背着善载跑边又席 今年编又席真的是凭借 背着善载跑里的柳善载杀出一条血路 她在剧里有大量高中时代的戏份 不但外形经常以高中制服 运动服 连帽T及简单白T恤为主 就连一举一动都充满了十多岁少年的青涩稚气 慕送女主角回家会朝着她的背影大宋飞吻 想要告白却忐忑到总是在寻找时机 仅仅只是触碰到喜欢的人的指尖 就会全身颤立等 一个个生动灵活的小动作都完美 全是年少时期暗恋一个人的酸甜苦辣 边又席浑身散发的少年感满意出荧幕 但其实1991年出生的她 今年已经32岁了 甚至大女主角整整5岁 是个货真价时的成熟欧巴 但无论是19岁的高中生善仔 还是34岁的偶像歌手善仔 边又席都诠释得很好 边又席在2022年出演Netflix青春爱情电影 20世纪少女让她的人气急速上升 越来越多人赏识她的实力 为了不被温柔暖男的框架限制 边又席在去年播出的韩剧 《大力女子江南顺中》饰演痴情反派柳诗舞 由于柳诗舞的人设实在太讨人喜欢 据播出的当时观众完全无法讨厌 这个反派角色 反而成为剧中最亮眼的存在 而今年编又席迎来人生代表作 背着善仔炮 剧中及少年敢与成熟男人 位于一身的柳善仔收获一片少女心 韩国网友留言告白 最近被善仔迷倒了 纯爱战神柳善仔等 第一名 泪之女王金秀贤 金秀贤过去凭借Dream High走红 成为韩国时下最炙手可热的新人演员 后已拥抱太阳的月亮人气飙涨 并凭借来自星星的《你攀上事业巅峰》 剧中眼活 都敏俊一觉得她 不仅演技 颜值双双受到认可 更跃身成为风靡亚洲的寒流巨星 在海内外都收获高人气 而近期金秀贤则以类之女王再度受到瞩目 她在剧中再度展现细腻演技 情绪转变极具层次 演出大受好评 金秀贤在《类之女王》中饰演的白贤 又可说在近几个月攻占所有观众的心 白贤又不仅喝醉酒可爱 面对工作时又能展现出专业和魄力 而且即使女主在海人不断推开自己的情况下 内心还是下意识地想要保护她 陪伴她 爱她 就算海人忘记自己也始终不离不弃 有网友表示白贤又根本是人间情圣 虽然已经大结局了 还是有许多观众到现在都还走不出红白CP 在热搜底下纷纷呼喊 没办法送白贤又走哭哭 快来跟小编说你最喜爱哪一位男主角吧